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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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我是马来西亚认证的心理治疗师 也是中国国家二级的心理咨询师 我也是有英国儿童游戏治疗师的认证 都是往疗愈与心理的这方面的 而且有结合很多艺术的疗愈 今天我们讲的是关于原生家庭 我们是我们的第三堂课了 在原生家庭对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上两堂课我们大概也知道 就是我们在无意识中 就是都深深的受到我们原生家庭的那个影响 就好像弗洛伊德 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心理学太多 其实大部分的那个心理学学家都会 acknowledge 就是那个原生家庭 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 潜意识的一些影响 当然这些是包括了我们上次学到就是 有意识到就是关于同年不良的经历呢 会对我们的一些影响 包括就是会对我们的健康心理都有影响 不只是心理是健康和心理 在那边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 其实一个不好的童年经历 他会对我们的那个慢性疾病 那个身体的健康风险是有很大的那个风险的 当然这个更加是在于我们的那心理健康方面呢 也是会有很多的那个障碍 这些呢 这些呢 童年不良经历呢 就是我们上个星期有谈到的关于 脸蛋啊 护士啊 情绪护士 身体护士 自杀倾向啊 吸毒啊 暴力啊 被遗弃或者分离啊 等等 好 上个星期我们也是有 我传到呢 就是 因为童年的种种经历 我们会因此 而有和原生家庭有关的一些依附风格 就是会成为怎么样的人 有些是安全性的 就是完全就是能够信任别人 别人也信任我 就是在童年经历里面呢 它是有完整的爱 还有包容 信任等等的 那一个童年 有人就说呢 就是 幸福的童年是治愈我们的一生 幸福的童年呢 我们需要用一生来治愈 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看得到呢 就是 我们得到从小那时候 我们得到相对的那个爱 就是信任关怀呢 就是绝对的这种 这样呢 我们会成为一个安全性的人 我们能够信任别人 也能够让别人信任我们 就是 会更加有自信 当然有一些呢 可能会是焦虑性的 人家会想 别人都不爱我 就是看不到别人爱他的那个东西 也有一些人是回律必行的就是 我自己就可以了 不要来靠近我 也有一些是混乱性的就是 我很希望别人爱我 但是我又很害怕别人 再次伤害我 就得不到完全的信任 却又非常的渴望爱 那个星期若是有上课的话 那你们呢 应该知道 我是属于哪一个风格的 好 当然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讲的原生家庭 很多人就说 哎呀 过去都过去了啦 还要讲来这么累 半片吧 那种这样 当然我们现在讨论过去呢 并不是说要 沉静在过去 而是我们更希望方便 谈论过去呢 其实我们是要清理过去的情绪 就呢 前两期我们看得到就是 刚刚我又再提现给大家就是 很多的那些 甚至是生理 心理的疾病 其实都和我们之前的原生家庭 给我们的影响 做大的影响有关 因而 我们现在要的是呢 断绝那个这样的影响 不是凡旧章 不是勤力在过去啊 而是要展现未来 我们就要把过去理清 我要有更好的人生呢 就不要被过去前半 就好像呢 若实讲 我们一直想着就 我要往前走 我忘记去过去 那很多时候呢 过去是如影随形 它就在牵扯着我们 每一个想法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决定 最恐怖的就是呢 我们竟然不知道 我们的潜意识里面 一直被过去影响 我们不知道 所以觉醒是很重要的 在这里呢 我们要知道的 就是觉察觉知觉醒 现在这边第三堂课了 哎呀 我知道原生家庭 确实对我影响到 前两个 前两个十二星期 我们都有去办好 还没有定咧 怎么办好呢 难道我要跟我的家庭分割吗 没有 我从来没有这样讲 我们要知道一样东西呢 就是我们要面对 我们知道 诶 知道 有什么东西是有毒的 在原生家庭里面对我们有影响 是有毒害的 我们承认他 对 他继续就是这样 有些人是回避 就是不不不 其实我并没有受伤 他这样做是为了我好 就好像 搞不好你们也想一想 我是不是那个富与 有毒的那个父母 因为我们在这个年龄 我们是父母 我们也是孩子 因为呢 我们曾经 我们的父母 我受到我父母的影响 可能我也会同样的标准 付诸我自己孩子的身上 在这边呢 当我面对我自己的成长环境的时候 我不需要去怪我的父母 因为我的父母呢 也是可能他也是原生家庭的受害者 我们承认的确是这样 可能当初我父母是控制性的 让我呢 就是没有了很多一些 我应该要去尝试的东西 让我的性格比较糯糯 害怕还是怎么样的 我要承认 然后呢 我要识别 这个到底是不是有毒的 我要跟他杜绝 有些就是好像不是 这样呢 我就要去分别 哪一些呢 就是他从以前 就已经是一直影响着我的 就好像我有个案 他就觉得全天下男人都不好的 我看到我身边的朋友 全部就是全部都离婚的 后来呢 他讲他这样 因此他对男人没有信心 但是后来呢 我在深入的去想 看的时候 看好的时候呢 其实他身边的确有朋友是离婚的 但是也大把是很多幸福的 但是他只看到离婚的 不好的 而最终 其实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父母 在很小的时候离异 很多吵闹 他的母亲实际上在他的那个 那个面前实际上说 父亲种种不好啊 不值得信任啊 他们又走去捉奸啊 这个那个这样 就变成他对男人完全就没有那种信任感 他很期望有一个家庭 很期望有一个伴侣 但是他又会马上就觉得就是 不行啦 男人都是最终 他的人都会离开我们的 他都是不值得信任的 这个呢 就是 我们要识别 哦 原来那个信任是我妈妈给我的 那个是有毒的信任 全世界的男人都不可信 这是真的呢 也不一定 但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这样想的时候 我只看到不值得信任的东西 我就看到好的东西了 所以我要识别 原来这个信任是从哪里拿来的 所以我要先讲 这个和我无关 我知道这个是属于我妈妈的那个 他的那个悲剧 但是呢 我要和这个切断 我不一定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告别有毒原生家庭的影响 就是我要跟他切断就告别 并不是说 我不要跟我爸爸妈妈见面 没有啊 从来没有这样讲 不要误会我 这告别就是那种不好的影响 你同样可以爱你爸爸妈妈 他们也是同样可以爱你 可能他们也不懂 对你是做了不好的影响 正如 你可能在上这堂课之前 也不懂 哎呀 我原来我这样做的话 我其实是伤害了我的孩子 可能我整天会把一句话 挂在口边 我都是为你好 嗯 这样的东西 这个就可能是以前 我爸爸妈妈整天会对我们讲的 好 我们先知道了 OK 面对他 承认他 识别哪一个才是有毒的 然后呢 告别哪一个这样的理想行为 我们要reprogram 好 面对有毒的原生家庭影响 当时在面对的时候 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父母 我们不是怪罪父母 我可能可以怪罪原生家庭 但是我不会怪罪父母 可能是我要知道 父母也是原生家庭的受害者 可能啊 不一定是 但是可能啊 很大可能 其实是我们大家都信 好 我们想要承认 还有识别有毒的原生家庭的行为 好 现在你们可以拿起你的笔和纸 拿一张纸一纸笔出来 你可以写下来就是 诶 我以前小的时候好像我有经历的一些东西 这个是不是会影响到我的呢 是有毒的原生家庭的一些 information 或者行为呢 拿起你的笔和纸 我等下show你一个一个show你 如果你觉得有的话呢 你就把它写下来 这个到时候呢 我们需要把它删除的reprogramming OK 五种有毒的原生家庭 天下无不识的父母 这个并不一定是对 也并不是不对 因为人都是多元的 天下真的有不好的父母 但是我觉得我们神明看到大部分的我们 其实都是真的爱孩子的 也有一些真的不爱的 但是有时候真的爱孩子都好 有时候我们也会无意识中 被我们之前的种种行为或者是一些思想 而查读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被上一代查读 又查读我们下一代 但是我们不懂 不是有心的 我真的是为了爱他 但是问题是 我就是我不知道原来我是害了他 我不懂我的爱是害他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都是从原生家庭这本书里面 《Toxic Parents》这本书里面 我讲什么呢 就照我的做就好了 他完全忽视你自己的需求 甚至你的朋友 他可以就是说 盖掉你的电话 就是那种 这个是坏朋友 那种这样 只要他们不喜欢就好 他们不喜欢 他们就完全是否定的 OK 无论大大小小的事情 你很喜欢绘画 他就想是 话什么话 浪费时间 快点去做你的数学 他希望我以后是做医生 律师 他很怕就是 这些没有用的东西 放肥你的学业 放肥你的学业 学业 这样 当这种环境底下 压抑在这种环境底下的孩子 很多时候呢 我也不能够说 你看到我当我们讲东西的时候 我没有讲100% 因为我们是讲那个norm 中间大部分的人 可能你不是 你父母可能是这样 但是你很抑制坚强 这样是不是 你也会用你的方式 慢慢去overcome 去克服这个难题 是有可能的 不一定这样的父母 就一定是这样的孩子 但是大部分 我讲的是一个大部分 OK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可能你的 若是你觉得我现在有点自卑 或者是有点没有组见 就是随便呢 反正我就不要麻烦别人 你妈吃什么 我就吃什么就可以了 我都不有这个组见的 那种 你要看这个操控型的父母 可能会让我长成 我的性格变成这样 还有你是这样的父母 如果是你孩子就是 你要操控他 要希望他就是自强自大 这样的话呢 是讲 就是我的那个 我没有给允许他一个成长的空间 我希望他 马上就变成大人 我一直操控他 不然第一天就是 他18岁了之后 你才发现就是他 哎呀 他就是还是一个妈宝男 就长不大的孩子 到了老了还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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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暴力型父母 这样的父母呢 往往呢 是极度缺乏 他 控制力的 就是 他 可以 他 其实有时候他们在外面 好好先生 好好太太 这样 对别人就是 逢迎吹哈的那种 这样 也可能就外面人家讲 哈哈哈哈 这样 就 忍忍忍啊 就别人就对他 不礼貌的他都忍 那种这样 但是回到家 突然就 变成了一个 很暴躁的人 就是 因为他在外面得不到书法 可能回到家里面 哦 感觉到我在外面都这样 这样 这样 这样辛苦了 你们还要烦我 然后就会丢东西啊 我就 哎呀 我是extreme 不一定需要丢东西的 还是这样的父母 这样可能是会就是 就会 你 做些东西就是 就打 骂那种这样 一下子就很容易就上火了 那种这样 那 而且有时候 这样的父母啊 他外面是很开心 就回来那时候 可能他就还是ok的 那种来的 他就不会打骂你 为了我没有一个 一个 一个殷勤不定 没有一个标准 就什么东西 怕弄他生气 有时 他又喝酒啊 有什么这样的 有时候怕弄他生气啊 就是 会对他战战兢兢 很多时候呢 其实 暴力型父母呢 我们在内心的连结都是很弱的 而这样的环境长大 孩子呢很容易就是 焦虑 没有安全感 嗯 还有语言伤害型的父母啊 这个我觉得这个很 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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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的那个程度上啊 在我们东方社会啊 就是 希望孩子成才啊 我不要他飘 我就不称赞他 但是就是 会专挑他的那个 那个什么 他拿98分 他都会去挑 所以 为什么这一题你会做错 为什么你这么粗 可能是这种这样的父母啊 就是 而且是都不会去 呃 呃 可能往往会 会做的就是 一些呃 呃 总之他们看到就是 你不完美的地方 很多时候会贬低我们就是 会觉得 啊 你你你你以为你很亮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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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你看啦你这样啦 啊 下次下次下次你就 你就你就怎么样怎么样了的了 很怕 很怕 我们就是会 觉得自己很好很厉害那种这样 啊 你很美咩 啊 啊 做这样东西又做不好 那种这样啊 啊 做少少东西做不到 就是这样的指责 就是 那种这样啊 啊 啊 就是 会 通常这样的情况哦 过多的话呢 会让那个孩子呢 对自己也没有一定的那个 不被肯定 当我们不被肯定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呢 都会长大很敏感多余 没有信心 甚至抑郁 我刚才讲的那还是比较猫的那种呢 有一些哦 这真的是讲到很 很 很 很过分的那种 那父母 有些是真的讲到很过分的 哦 甚至就是会把 那种所有的那个责任 我贵在孩子身上 我就有 我就有听过就是 哦 我跟我先生 会搞到今天这样 都是他害的 那个 那个孩子 就是他孩子 就是那孩子的害 他们变成这样的 因为那孩子告发他 有外遇这样 他一直看到这样的东西 这种东西哦 你可以想象啊 这种这样的那个 那种伤害啊 就是 天啊 是因为我搞到我的父母 我的什么这样 如果不是因为你哦 我们将会变成今天这样的 当初就是因为你 或者是有些是 哎呀 生了他哦 之后我们的旧生意 就一直不好 家到中落 那孩子听在心里面会怎样 就是哦 我是少把心 哦 好 另外一种呢 就是酗酒型的父母 这种 就刚刚我们看那个Ace那边 其实酗酒本身是一个很 很 就是一个 一个儿童的一个创伤 这个儿童是不好的行为的一种 创伤有这样的那个经历啊 其实 那个孩子长大之后 他的那个 那个精神的那个状态是一定会受影响的 会 这样的孩子长大哦 会否定自己 会认为自己迟早会遭到背叛 对人际关系呢 基本是没有信任的 因为酗酒的父母啊 在酗酒之后 他酗酒之后就是另外一个人 是会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又混乱的 平时的父母还好端端的 但是酗酒了之后呢 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 还要魔鬼这样 又或者完全是陌生的人 又讲一些不懂怎样的话 嗯 这样我会对这个人哦 对人到底是怎样的东西呢 就有一个很混乱的概念 还有呢就是确实性父母 就是在孩子的过程 在孩子里面哦 他是不在身边的 有些甚至在身边哦 他也没有去理那个孩子的 他不一定是家庭很平落的啊 可能他甚至就是家里面是用 就是在看孩子的 就是保姆在看孩子 这样 有些是哦 祖父母带的孩子是各代的那个 有时候 祖父母的爱有够的话呢 那孩子其实哦 也不会有这样的缺失 那这个问题是 父母的那个缺失是还是有的 哦 这样 那童年哦 没有被爱啊 的那个孩子哦 长到很容易 因为他要 得到别人的那个认同呢 他是变成讨好型的人格 希望别人爱他 希望别人去 去什么 甚至他会 嗯 舍弃自己的一些 一些 一些 东西 自尊于好什么的 是为了得到 爱 渴望别人的温暖 哦 而且就是他 看打击的能力很弱 就是觉得 没有人爱我 我在这世界 我不值得 其实我不 不配活在这世界上 我就有一个个案 其实他父母就是 既然是多重 也就去酒啊 又没有理他们啊 又这个 他 就我从小就看 就也不是我个案啊 其实 就是我从小看 看他认识的那个 那个 什么来的 他长大了之后呢 十多岁了 其实呢 他很早就去做工了 他就会用钱啊 来收买那个爱 他不懂怎么样去爱 爱人 不懂怎么样去得到爱啊 他就 把那个 他的那个积蓄啊 那东西这样啊 就是就 买那个礼物啊 买什么 他从很小就有这个 这个习惯 后来我发现就是 就去 为了用 用那个物质 因为他不懂什么 爱 他不懂怎么样去得到爱 不懂怎么去爱 用正确的方法得到爱 他用金钱 我去弥补 就是用金钱去送啊 送礼物啊 什么 用完所有的 继续去送 就为了得到 别人的爱 就为了得到 那个女朋友 这样的东西 好 不管你是在哪一个 category 你不需要跟我review 其实 OK 你所有的感受 都是有道理的 Either你觉得你是那个父母 又或者是你是 曾经的那个孩子 都好吗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父母 你的孩子也没有办法选择你成为他们的父母 OK 但是 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们的未来呢 是可以选择的 我们可以选择的就是 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父母 或者是 我们可以选择的 不再受我们自己的原生父母的那个影响 至少在我们这边 我们这一代我就 停止了他 不要再让他影响到下一代 也不要再让上面的那一代 再影响到我 虽然我50岁了 我可能还有另外20年 30年 40年的人生 我不要那二三四十年 那二三四十年的人生 都一直被之前的那个拖累着 那个感觉拖累着 好 面对有足的原生家庭 承认 的确 刚刚我们看了那些之后 就是我自己本身也有 但是不代表那我父母不爱我 但是他们可能用爱我的方式是错的方式 OK 承认 这个是有毒的行为 我用有毒可能 因为这是英文翻译 toxic 就可能是不 如果你要真的把它弄到比较猛 你没有这样伤心的话 没有这样伤心 没有这样伤心 觉得我这样讲我父母不好 还是 我自己是这样的不好 你就这样 sorry 我就不用有毒 我就不恰当 OK 我就用不恰当吧 这种行为 这个是不恰当的行为 然后识别这种不恰当的行为 OK 就是这种行为 以前我父母对我这样的行为 其实虽然是爱我 但是其实是不对的 我要知道就是 我不要再受他影响了 然后 我好像有用这样不恰当的行为 对我的孩子 我要重新思考 我要怎么样去 接下去 去面对 还有告别 这个不恰当的原生家庭影响 我的耳心是叼 好 告别父母成为自己 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功课 从今天开始 再讲再讲 告别父母的影响 其实是 告别原生家庭的影响 因为父母也是 可能他们也是原生家庭的受害者 我 我不一定要原谅他们 但是我也可以选择原谅他们 他们是受害者 但是我原谅的话 我不要再受他们的那个影响 你可以 你只要睡人了 我要问我自己 我只要睡人了 我可以为我自己 做决定的 好 告别原生家庭的影响 以便成为更好的自己 好 现在 拿出你们的纸和笔 写下来 背起来 表达感受 第一 很多时候呢 我们是被训练 好像说 控制型的父母 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 不要在那边啰啰嗦嗦 我们就会被训练 就是不能够 review我们自己的那个感情 就是 我想讲 我不会做 还是我不想做 可能 叫我去洗碗都好 那我就洗碗都好 其实 我很怕那个油腻的感觉 我洗完 我洗完碗之后是 我其实是 我会很不舒服的 我觉得我整身都会觉得 整身都是很肮脏的 就是我洗不脱那个油 有油的那个感受 这是我亲自的体验 其实我从小时候就是这样 所以我洗碗都会打破碗的 人家讲就 吃也不 怎么讲啊 吃也不走也走也 打懒也 我就这样讲 但是问题是 我也没有办法去解释 就是 其实我就是 我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我可以用其他东西来代替 我可以扫地 可以是其他人 留碗吗 这样 可能我要懂得去 小的时候我真的不懂了 但是 我从现在我这么大了嘛 我50岁了 我要懂得 表达我自己的感受 因为有时候是 我们被那个 这样的authority 这样下来的那种 那种影响 我们也会习惯啊 就拼命的 要不然呢 就是我们会 变成是那个 更加要这种authority的人 就是要控制别人的人 我们有控制性的父母 可能我觉得 之前我父母也是这样子 我对孩子也会 我会无意识中 跟孩子讲回 一模一样的话 我最终会成为 我自己最讨厌的那个大人 真的 可能你和我有一样的感受 但是 自己不然心里面 咯噔一下子 我就觉得 诶 怎么我会变成这样的 那怎么这样 OK 表达感受 就是 你要让我身边的人 现在我的孩子也好 我的先生也好 我的父母也好 可能现在你的父母 还是这样对你的 那可能你要适当的 就要跟他讲 其实我的感受是这样 其实每一次 你叫我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不是不想 但是 我觉得 你要给别人知道 你要有机会去表达你的感受 好好的 不要一下子就火来 骂家 你每次都这样的了 不要这样 我也是时常这样去跟我自己讲 因为有时候我要表达 以前那些还好 要表达我的感受 我讲那时候 我的眼泪先流下来了 很委屈 不过慢慢要学习 慢慢学习 开始可能眼泪会流下来 慢慢学习 学习多了就不会了 好 释放情绪 所以我们要用适当的方法 所以适当释放情绪 因为 如果我们不表达我们的感受的话 并不是我感受不在 是一直抑郁在我们的心里面 就好像刚刚有一个父母 就是会暴怒型的父母 他在那个公司 可能人际关系就是不大会懂得表达 就是个好好先生 好好太太那种这样 变成呢 回到家里面 就把所有的情绪 就发泄在自己身边的家人身上 那种是 不对的发泄的情绪的方法 情绪我们要有正当的途径 去释放它 这个我下个星期 我会教大家 怎么去释放自己的情绪 用不同的方式 当然如果你们有跟我学过缠绕的话 缠绕也的确是其中一个方式 要不然呢 你们有听我讲过ABCD的那个方式 就是ABCD情绪方式方法 那个呢 那个呢 也可以用那个方式 要不然我下个星期 也一样会跟大家讲 就锁定就对了 然后呢 建立界限 这个是很很很很很重要的 每一个人呢 我们只有 复兴自问 我们都是会 去测试人家的那个 规定的人 会测试别人的界限的人 就是看他能够忍到多少 他发脾气了之后呢 就是OK 到这边就可以 他就不可以 他到这边了 那种这样 每个人都会的 所以就是你要有很清楚自己的界限 就是我到这里就OK了的 你接下来 这可能是有一点点过分的 那种这样 你要知道 就让别人知道 我的Boundary在这里 要跃过来 就好像说 很很很 我讲一个比较普通的例子 我不要太太厉害了 啊 OK 例如说界限 有时候家庭是我们的界限 OK 我先不要讲孩子 那个家人 家庭是一个界限 我的家庭和别人的界限 例如说可能我朋友 我也不要讲家婆先 那种东西很多很多东西 我就讲我和我的朋友的界限 对于我来讲 是朋友来要来拜访我的话 一定要跟我相关预约 不要无端端的跑到我的门口 当然有些真的很好的闺蜜 有不同的一个电话 我有事情先我过来 这样 至少也要有个电话 要不然普通朋友的话 不要无端端来到我门口 叮咚叮咚叮咚 走来找我 那个就可能是一个界限 可能就有些人就在text 或是call我就说 我现在来 没子没子我现在来找你 你现在有在家吗 有些人 我不想见那个人 可能有些人就会说 我不在家 改天吧 明明自己在家 为了要让别人 不好意思 没有不好意思 有时候就讲 我有在家 但是我有安排了东西做 我可能不得空见你 还是你哪一天得空 我明天可能我会跟别人讲 我明天可能三点到四点 我有在家 我会跟他讲 我也没有邀请 我会跟他讲 我有在家 如果是讲 他觉得是他要来找我 的话 明天我三点四点来找你 他可能会这样 这个界限本身 这个只是example 就是我们要明确的 让别人知道 并不是说我要跟别人讲界限 别人会觉得 有很多人就误会了 就觉得 哎呀人家来找我 我拒绝别人就不好 拒绝本身是没有不好的东西 正当的就是 没有人可以是随意的 就是要来 要来24小时 对吗 所以你界限本身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呢 在同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学习拒绝 那拒绝呢 就不是那种很坏的那种 这也是一种句巧 虽然我敢讲的 就是 我很老实的跟你讲 我是不是在家 我觉得真诚是一个必要的东西 我跟你讲 我是在家 但是呢 我现在是安排了东西 我不得空 我再跟他讲 就是 我有offer他 就是可能两天后 星期三 二 星期四 这样子 通常我当天 我也会讲 通常我都会安排了 当天后 是前一天的那个东西 下次你早点跟我讲嘛 我也会这样来跟他们讲 他就知道 原来我以后是我有东西 我要去找 visit 妹子去喝早茶 什么东西 我没有 last minute 的 call 可能我就要 一个一天的 notice 还是两天的 notice 这样 例子罢了 很多其他东西 其实都要建立界限的 这么有两个释放情绪的 anyway 释放情绪 还有坚持界限的 ok 好 这个呢就是 我们要学会的东西 先写起来 背起来 很重要啊 就建立界限 坚持界限 学习拒绝 释放情绪 表达感受 需要点时间操是吗 你可以screenshot起来 等下你准备一个 可能15x15cm的一个画质啊 可能在zoom里面呢 我们可以画一些画 来释放一下情绪 没有今天不是释放情绪 但是在接下来就是 我们呢就是 告别原生家庭的影响 哎呀 治愈还有重建自我 我们自己本身呢 当然有些case啊 是我可以自我疗愈的 但是有些case啊 可能下个星期 我给你们做一个test 你们可以知道自己 有没有需要 去接受一些辅导 普通来讲的话 我觉得我可以自我疗愈的话呢 就一种学习 就是很好的自我疗愈 但是通常啊 若是讲 我童年的创伤是有 有运动到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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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涅带 尤其是性涅带 自体涅带 这些这样喔 其实都需要去 找那个 资商啊 去做一个疗程的 通常其他那些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的学习 第一 我们要学习怎么样 接纳自己 等下呢 我会 跟大家做的exercise呢 就是这个啊 自欲以重建自我啊 接纳自己 学会接纳自己 宠爱自己 认可自己 但许自己 这个其实有点像我第一堂课的那个东西哈 有点像我这一堂课的东西 但是那个呢 是让我们知道我们 缺少什么东西 我们需要什么东西 而这个呢 就是我们要学会 做到一堂课的东西 那自己 宠爱自己 认可自己 赞许自己 掌控自己的人生 还有 找寻支持系统 这个等下我会帮助大家一起去 去做这个这样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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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样的 写起来 背起来 接纳自己通常 当然如果是有些人是在Zoom 不可能进到去我们的 在Facebook 不可能进到我们Zoom课堂 或者是你是在后来 再看回YouTube的直播的话 我也可以讲一讲 接纳自己 我们接纳的就是不可逆的东西 并不是说可逆的东西 不可逆的东西 例如是说什么 接纳自己又是说 哎呀我很懒 我接纳我自己很懒 懒本身是可以 可以回復的 懒惰本身 不要跟我讲你懒惰 就不可以回復 没有人吃 那时候你懒什么 打仗的飞弹 破破下来 你跑不跑几块 对不对 懒惰本身这种是习惯性的东西 或者是那种性格上的东西 其实都可以逆转的 这些东西都有那个方式去逆转的 没有办法逆转的东西 例如说接纳自己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第一 我没有办法逆转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这个家庭本身 我的父母 我可以逆转吗 不可以 我可以跟他们断绝关系 但是我不能够逆转他们是我的父母 我要接纳 但你要接纳 就是若是这样 我真的很坏很坏的父母 我要跟他们断绝关系 你也可以接纳那个 另外一种不能够逆转的东西 接纳的是什么呢 就是可能有些人会想到 不能够变的那个东西 对 我们的年纪 我今年已经50岁了 我可以变吗 我可以把我自己变成20岁吗 30岁吗 不能 那个我就50岁了 这个是在我IC那边 在那边了 就50岁了 怎么呢 我要骗别人 我不是50岁吗 不需要 我可能可以让我自己50岁也很漂亮 也很有智慧 也可以 但是我不能够逆转50岁这个事实 可能我要接受呢 就是 50岁了 我的眼角开始有皱纹了 我的牙齿开始有点发黄了 那种这样 这种 这牙齿我觉得很好 可以去洗白 或者 做那个戒牙 这种鬼那种这样 都可以 有人也可能讲 是那个皱纹也可以去拉皮 这种东西 也可能 这个可能 那个也不算 也是OK的 就是不肯利的东西 你自己觉得不肯利的东西 OK 然后呢 宠爱自己 怎么样宠爱自己呢 就是 你非常喜爱的东西 你不舍得花在自己身上的东西 就觉得 我舍得花在我孩子 我不舍得花在我身上 孩子的什么 什么学杂 补习 什么费啊 那个什么 什么 当琴啊 柔道啊 芭蕾舞啊 杂七杂八的 那费用啊 就什么 贵金如土啊 啪啪啪啪啪 自己买一件 漂亮的衣服啊 却看到 哎呀 这么贵 等他 承证先 这样 有时候 适当地 宠爱自己啊 你可以宠爱你孩子 宠爱孩子的同时 不妨碍你自己宠爱你自己的 好像 因为我自己啊 我妈妈是很节俭的人来的 这样 我好像说我会 我好像说吃一餐 饱的那种这样啊是不是 好像说很贵很贵 是那种意义上真的是很贵的那种啊是不是 如果不是别人请啊我自己要花钱的话呢 如果不是别人请啊我自己要花钱的话呢 我会有一点点雨田啊雨田啊我会觉得好像对不起我妈妈 我都没有带我妈妈来吃 我这样对不起我妈妈我这样吃好像有点不道德这样 不需要的啊 那我可以是同样是宠爱我妈妈 我也可以带她去吃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搞不好这个 这个很贵的这一餐呢 其实她也不会喜欢吃 不要负罪于自己的这些东西啊 我真的很喜欢的 就宠爱自己 不要只是为了别人 认可自己 很多时候呢 那个被语言暴力的那个 被父母否定的孩子 她更加需要就是父母的那个肯定 终其一生呢 其实都是在寻找着那个acknowledgement 就是别人的认可 就好像说 我做了这个东西 你有看到吗 你有看到我做了吗 我很厉害了 我做了这个 请你看到我这样那种 好像我为别人做的东西都需要别人看到 就赞扬我 哦好厉害那种这样 但是这个这个通病啊 每一个人都有 但是包括我啊 我也会的 当初好像讲 我做了这么多善事啊 我为了我怎么怎么 我希望别人就是会看到我做这样的东西 但是当我做到够多的时候 其实我也忘记了 我自己做了 我真的做很多很多 这么多年来啊 我也忘记了 我自己到底帮过多少个人 到底是做了多少好事 不过我觉得是如果是有记录下来真好的 我也希望我自己有一个 我记得 他还有一本功德书啊 所以这个就是认可自己啊 赞许自己的东西 你做过什么什么的功德书啊 那个东西啊 就认可自己就是 你真的有做过这个东西啊 所以自己去认可自己啊 不是别人啊 别人没有认可我没有关系 我知道我做了这个东西 我觉得那功德书是很好的东西 他那时候就正在那个 背本还有写的啊 那个就自己做了什么好事 嗯 自己你很厉害 没准 我做了这些东西 这样 还有呢 就是你要记得就是 你的人生呢 你要开始懂得掌控人生 而这个掌控人生呢 又和上面的那个是有点 一定是有连接的 你一定要在上面哦 刚刚我们讲的那个 要懂得拒绝 要懂得划清界限 当你有界限 你懂得拒绝 你就能够掌控自己的人生 很多时候啊 有控制欲的父母啊 并不代表他能够掌控自己的人生 跟你讲啦 通常是不能够掌控自己的人生的人 他们希望掌控别人的人生 像我的人生 我从小到大 做不了我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我父母一直讲 这个可以做不可以做 这个可以做不可以做 这样啊 那当我有孩子的时候呢 我就希望啊 我能够掌控他的人生 你看啊 当初啊 你看 我走了这么多年路 听我都不会错的 那种这样啊 就 他自己掌控不了的人生 这样还要掌控别人的人生 可能他是对 可能我是对的 可能我也 我不一定对的 你要这样讲哦 可能你是对的 你的所有的种种建议可能是对的 但是你也可能不对的哦 就好像你的父母 他当初想的时候也想到 他是非常对的 有些父母他是真的做到很对 就是你很认可就对 如果父母当初没有这样管我的话 可能我就不会有这样辉煌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但是也有一些父母这样做的话呢 那孩子有一些不可逆的那些伤痛 当然那些全部都是啊 如果是真正很好的那个沟通 其实那个就会更好 好 还有很重要的 找寻支持系统 到了一定的年 掌控别人的人生的人 如果孩子已经不能够掌控了 才会失去他自己的那个方向 很多啊 如果是我一直是想着我全心全意的 我想要掌控我的先生 我掌控不了我先生 我掌控我的孩子 那一天我掌控不了孩子 他会失去掉的 OK 可能如果是你觉得我好像是这样啊 没有关系啊 我们可以慢慢学习啊 找寻支持系统是很重要的 包括这个平台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支持的系统呢 就是啊 我们在这边啊 叫我们上课 我们有认识的朋友 就我很多class啊 他们已经是成了闺蜜了 就哇 每个人就是 哦 到心到肺啊 就是我很了解 就讲真的 我们真的好像一家人这样 就都了解大家 就有些以前的那个学员呢 他们可能已经不再上我的课了 可能他们已经excel去别的那个地方了 但是我们再见面的时候 我也觉得跟他们很亲 嗯 因为我们都有共同一起相处了一些 知道大家的一些人生啊 一些经历啊 嗯 等等哦 好 好 疗愈来自原生家庭的影响呢 最重要我们要学习啊 当然我们这个才是第三堂课啊 呃 我们是要不断不断去学习 所以我一定跟你讲啊 学完了这这这这这这这八堂课哦 你们若是领悟性高的话呢 你们会有一个觉察力 就是哦 我知道我现在是 可以处于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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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个已经是很厉害了的 嗯 那个已经是很厉害了的 所以不断的学习 不断去成长哦 嗯 还有呢就是 大家可以呢 加入我们这个艺术陪伴家庭的 这个就是呃 所有我的学生 就是我们的 就是在布获这边的那个学员们 他们进来这边就是 艺术陪伴家庭里面 可以share你们的artwork啊 就是呃 我们有一些information啊 那些东西啊 都可以share在那边哈 当然如果是你觉得 哎呀我好像要找人谈夏天啊 好像 我觉得我好像需要一些人聆听 我自己内在的声音 呀 你可以呢 欢迎你博打热灶热线 这边呢 你甚至也可以成为我们热灶热线的 那个 呃 预公 03 4 2666 201 OK 你们也可以把这个street shot下来 他好像是那个时间 这边也是有啊 星期一三五 哈 2点到4点 你需要有人跟你谈一下天 你也可以call call这个电话 好嘞 好今天呢 我们的分享呢就到这里 然后进入那个zoom讲堂呢 我会继续呢 就是跟大家呢 做那个 接纳自己 同爱自己 任何自己 呃 呃 掌揚自己 掌控自己的 那个exercise 好嘞 我就把这个时间再交回给 岳梁老师 好啊 这边就先谢谢梅姬老师 刚刚我分享哦 那么在这里先对 在 脸书观看直播的老爸老妈 我们来预告一下明天哦 明天我们有来自台湾 书得科技大学施工系的徐国庆 主任和中医中医进社公司 来跟我们分享 照顾中 重度失智症应该注意的事项啊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 哎 台湾他们的经验如何来照顾这个失智症的一些患者的话 欢迎大家明天啊 再次回到来我们的脸书直播 来观看我们明天的那个直播 然后也呼吁哦 再观看直播老爸老妈 大家可以点击这个 这个 caption里面的报名链接来报名哦 那么你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待会 我们进一步再的那个练习 好 那么我们的脸书直播就到这里为止哦 我们马上回到我们Zoom的交流环节